各位观众 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次光临 阿N 与阿Lem 频道 今天阿Lem 将会与大家分享 陈艳龙的演艺人生 陈艳龙生于1919年3月13日 却于2002年8月14日 陈艳龙的直观就是广东省的东莞苑 她是在广州市出生的 当时刚刚是农历二月十二 陈艳龙的原名叫做陈淑贤 圈内的人用称她做龙姐 陈艳龙的丈夫就是粤剧文武生 冲天讽 陈艳龙本身就是粤剧的刀马蛋 她擅长打武打 而且全部都是打真军 不是扎家伊 她有一些别号 她有别号就是星州千里区 另外也有一个美誉叫做女武藏丸 她曾经在新星剧团担任过正印花弹 当时她的拍档就是任者任劍辉 接着我们就详细介绍一下陈艳龙的人生 陈艳龙两夫妇就在世纪学习 学习了一些软边的技巧 所以她可以利用软边的技巧 站在十八个沙煲上 来到没有软边 这个也是陈艳龙的绝技 在这一行除了她没有什么人认识 也没有什么人能做得到 她也在舞场粤剧《女霸王》里面 表演过踩沙煲的功夫 另外她在广东十虎大会康公庙里面 就曾经用这个九折的降边 来到使出这个功夫 这个九折降边的功夫 就令到当时的观众 叹为观子 印象深刻 那陈艳龙由小就因为她的爸爸 她的爸爸就是粤剧的《母生妍》 就在新加坡马来西亚那里 巡回演出 在开始的时候 陈艳龙就跟随她第一位师傅 就是陈少伟 这位陈少伟就是一位女母生 陈艳龙就跟随陈少伟学艺 专攻《刀马蛋》 及至长大之后 就在1932年 她曾经参与广州西关电影公司 拍过一些墨片 那出墨片叫做《花乐见花心》 这一套资料到现在也找不到 资料不长 因为年代太久远了 陈艳龙曾经埋过 涉角仙的普长春班 涉角仙的普长春班 曾经在1936年 预备去南洋那边作巡回演出 而且预备陈艳龙准备 等她在南洋那边 预备她在吉隆坡普长春戏园 做一个固定长驻的演员之人 但是谁不知 陈艳龙当时 就和她的丈夫 走鬼了回来中国 就在广州那边 就跟这个轻中华班 就跟白玉堂 曾三多 和南花旦林超群 李艳秋演出 那就是说 脱了 涉角仙底 真是击鬼死 涉角仙 接着就讲讲四十年代 陈艳龙就在新星那边演出 在日渐时期 很多省港的命令 都因为战争的关系 很多人都在澳门演出 为什么呢 因为澳门当时是葡萄牙管车 就是一个中立的地方 所以当时来说 没有战事在澳门 故事大部分的命令 就全部去澳门演出 那陈艳龙和她的丈夫 亦都不例外了 亦都走在澳门演出 那在澳门 陈艳龙就曾经加入过新星剧团 那在新星剧团里面 和陈艳龙合作的 包括有任劍辉 陈艳龙、白驱荣、陈飞龙、黄超母、曾三多、 顾天吾、罗家权、白玉堂、 靚翅伯和欧阳剑等等 除了新星剧团之外 陈艳龙亦都参加过其他剧团 包括什么呢 就是金星剧团 白驱荣剧团 仁秀年剧团 应该是金星剧团 二秦天剧团 日月星剧团 鹿同春剧团 和轻中华剧团等等 亦都曾经参加过很多个剧团 好,今日和大家分享陳彥龍的演藝人生 暫時就分享到這裏 希望喜歡這條片的朋友,留言、點讚、分享 亦希望大家多多訂閱我們的阿N與阿Lan頻道 下一集繼續和大家分享陳彥龍的演藝人生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